一张模糊的黑洞照片 科学家到底在激动什么? 哈喽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宾燕 相信很多热爱科幻片 或者是对宇宙充满兴趣的朋友们 一定都知道 4月10日晚上9点钟的时候呢 全球多地的天文学家 同步公布了首张黑洞的照片 很多人形容 这是天文学上重要的里程碑 甚至是人类历史性的一刻 那么到底黑洞的照片 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 有效证明黑洞的存在 爱因斯坦在100多年前 就曾经提出广义相对论 他预言了 某些大质量的恒星终结过后 会形成一个扭曲的时空 会把所有周围的东西都吸进去 但当时他并没有为这个天体命名 而Black Hole 黑洞这个词 则是20世纪60年代 由美国天体物理学家 约翰·惠勒所提出 问题来了 虽然大部分的科学家 都认同黑洞的存在 也有很多黑洞题材的电影 但是 没图没真相 除非真的拍到照片 否则永远都无法 有力地证明它的存在 这种感觉就好像大家都在讨论 到底有没有上帝 那除非你真的让上帝现身 又或者是你真的拍到上帝的照片 否则是根本没有办法 很权威 很有说服力地证明 上帝真的存在 拍下到黑洞的照片 除了证实黑洞真的存在 也证实了爱因斯坦100多年前的预言是对的 第二 公开黑洞的真实模样 黑洞的照片就好像你出生的第一张照片 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果不是这则新闻 我以为我早已经看过了黑洞的照片 因为我们在教科书 科幻片 甚至是Doraemon的这个动画片 早已经看过了黑洞 但其实那些画面 都是科学家 动画师 或者是特效师的遐想 这张照片证实了黑洞 真的是一张圆形的黑洞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 世界各地的教科书 都会从虚拟的黑洞照片 替换成现在这个真实的黑洞照片 所以呢 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第三,人类望远技术的提升 黑洞距离我们光年之外 而且体积大约是太阳的65倍 要拍摄这样的照片 就好像从蚂蚁的视角 要观察整个人类一样 非常的困难 所以能成功拍摄这张照片 证明人类的望远技术和拍照技术 得到了大跃进 很多人可能很失望 以为黑洞的照片会好像银河系 那样的美丽 那样的壮观 结果却像是一个没有对焦的甜甜圈 其实啊 这张照片确实是一个失焦的照片 或者换句话说 是一个不够高清的照片 因为黑洞实在距离我们太远了 目前的科技只能拍摄到这张低分辨率的照片 这就好像我们用我们的手机去拍摄太阳一样 我们只能拍摄到一束光 没有办法拍摄到太阳的细节 第四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绝经 以往呢世界各国的科学家都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 看谁先登陆月球啊 看谁先发明新的科技 新的产品 或者是谁先发现新的星球 新的天体 但这次非常不一样 它是由世界各国200多名科研人员 花了十多年 从四大洲八个地点分工合作拍摄出来的照片 大家要知道 要协调那么多国家的科学家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要同时动用各国最先进的望远镜 最创新的算法 而且还要同一时间进行拍摄 所以这张黑洞照片的意义 除了在于本身 也表示了各国的科学家 其实是可以团结一致 分享资源的 大家可能觉得 拍摄一张黑洞的照片 有什么了不起 对我个人很重要吗 确实 拍摄到一张黑洞的照片 并不会对我们个人的生活 带来多大的影响 但是它却满足了人类无穷的求知欲 就好像你从来没有出过国 对你的人生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你出国了 你的眼界就变得更大了 学习到的知识更多了 你对人生的感悟可能也会不一样 另外拍摄到黑洞的照片 就表示科技进步了 那科技进步跟人类的文明 是息息相关的 或许不久的将来 人人都可以到太空旅行了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订阅还有分享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壮宾燕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